Hello,大家好,我是Helen 今天分享甲状腺肌瘤的家庭自我调治法 甲状腺肌瘤是女同志的一种常见病 一般来说女同志心思比较细腻容易甘气欲结 血气堵住了,在脖子前面会结成一个瘤子 这个瘤子平时很难被发现 而二摸的时候可能才会摸到脖子那有个肿块 如果吞一下口水,这个瘤子还能上下一动 这多半就是甲状腺肌瘤了 它跟大脖子病很像 但不同的是得了甲状腺肌瘤 这个肿块可以上下一动 我有一个朋友得了甲状腺肌瘤 在他的颈部右侧可以清晰 得看到半个乒乓球状的凸起 医院告知他两个月后复查安排手术 一般甲状腺有肌瘤 在他的脚下甲状腺反射区会有一层厚厚的茧子 可以专门针对这个反射区进行深层次的按摩 手的力度进不去 就用按摩棒在全足做按摩的情况下 对甲状腺肾上腺皮颈部淋巴 上下身淋巴反射区加大力度 增加次数 每次做40分钟 天天坚持 另外把云南白药根醋调成周状 贴附在颈部及脚下的甲状腺反射区 贴12小时接下过12小时再贴 大约一个月就能看到肿块明显变小 当你决定用这种方法治疗的时候 在治疗之前每天早晨空腹吃 一个云南白药的保险子 保险子民间俗称救命单 具有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之功效 但要注意服药期间不可吃鱼虾和残痘 这种方法只要坚持是可以根除甲状腺肌瘤的 希望天下女人都健康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